第四点 英国大师在佛七开示里面讲 大妄以罪以及佛大孝 以及自知国物老实念佛等 这个开示在佛七日 第七日论大妄以罪及佛大孝 以自知国物老实念佛等开示 这一段英国大师有提到吃肉的问题 英国大师说 自己之身份力量 不可妄置夸大自主自主 这一段非常的好 有些人说啊 哎呀我吃牛肉吃羊肉 我吃鸡肉 他才可以超生 谁有人这样说啊 我不吃他以后我当初生吗 我吃了他可以就马上就超生 你有那么本事吗 你又不是技工 你有办法把他死了变火的吗 你还把他说你吃了还超度他 他吃了人家半斤 我人家八两啦 以前我记得我嫂子他们说还没有吃素 我吃素的时候啊 他们那时候还是吃肉啊 你猜他们什么说的 他说如果大家不吃鸡肉 那每次都是鸡在跑 整个台北市这套都是鸡 这就是英国大师这里说的 有一些人说啊 我吃牛吃羊吃鸡吃鸭等肉 我现在杜夺他们啊 他说显教没有这样说 密教也没有这样说啊 如果你有技工禅师那个技天的本事跟神通 那有什么不可以呢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这些邪说误人 你自己罪过 不知道廉耻的人 才敢说啊 才敢做敢说啊 血火的人啊 要明白自己的身份力量 不要妄自夸大 自主自主 英国大师说 特别给你们交代 这个给你们交代 再来 梁史属青城山 有生民道乡 巨大神力 密有不禄 该山连有利会 这时众街大吃大喝 杀生无算 道乡礼欠不听 四年 哪以三门绝一大坑 为众约 如等记得保持 信分我一杯羹 何如众应之 已是一大罪宝 令人浮至坑前大吐 所使之灰者 灰去 走走走去 遗瞎水煮 吐满一坑 众大惊未斧 遂永借沙 道乡 贤因 闻志功之语 当即发气 夕之 世之安分所及者 一旦显示神通 当即去世世纪 以免又争烦恼尔 佛作西路 既功之 丰颠无状 令人疑信 不绝 方可 这一段 太好了 英国大叔说 梁朝的时候 四川 青城山 有一位僧人 叫道乡禅师 他有大神力 大神通的力量 他是密尔不宣的 他没有人发现的 没有人知道的 密尔不露 那么这个青城山 每年都有这些 联会 就是大拜拜 那时候大家都大吃大喝 杀生无数 道乡禅师 理谦不听 也是在那一年 他就在他的 佛寺的山门前面 挖一个大坑洞 告诉大众说 你们都吃得饱饱的 可不可以混我一杯羹啊 他一样去跟他们吃大鱼大肉 好不好啊 你们混一些肉跟你给我吃啊 大众说 好啊好啊 法师供养你啊 给你吃啊 他也是喝酒啊 吃肉啊 吃了大醉饱以后 就醉心心了 你们帮我扶到那个 那个山门前面的大坑前面 好我想要吐一下 他表演一下神通啊 结果他到那个大坑洞前面的时候 所吃的食物啊 他全部都吐出来 挥走挥去 鸟啊什么鸡啊都挥走 走都走了 猪都跑掉了 走都走去了 一瞎水煮 吐完一坑啊 游来游去 全部都变活了 哇这不得了 显身通啊 吐完一坑啊 好大众 惊讶配舞了 跪下去了 哇我们知道做了啦 我们不知道你是开悟的圣人 你有这个大神通 你是要度我们才这样表演的 好我们以后不敢了 我不敢再杀生了 永远再杀了 稻香禅师啊 当时因为他已经显身通了嘛 他本来是密有不录啊 可是因为显出来以后 大家都知道 这个消息会传出去的啊 我跟你讲 消息传出去以后怎么样知道吗 山不在沟有先卓民啊 水不在深有龙卓民啊 你只要说哇那个书有神通啊 我跟你讲 全部排队 每天啊人山人海 干什么 叔叔你叫我怎么赚钱啊 叔叔你叫我怎么升大官啊 忙死了 那 所以为什么佛禁止神通 严定在这个地方 佛很有智慧啊 众生民幼不绝嘛 只求民文立养嘛 财色民十岁嘛 不想要了生托死嘛 不想要民心见性嘛 那道江禅师因为他 听到宝智光禅师说啦 你如果显神通就要赶快离开人间啊 当即化气啊 因为他是说啊 你要知道这个世间啊 安分守己的人啊 你一旦显示神通的时候啊 你就应该离开人间 事件延吉 就要往生啊 事件给人家看 以免增加困扰了 增加烦恼 就刚刚我讲 大摆长龙 全部都是95啊 我生病啊 你给我加持啊 我没有钱 你给我钱啊 误导众生的方向啊 如果你不能够这样的话 你没有办法做到寄功禅师 那个疯癫无状 人家会怀疑 不相信 你能疑心不解 那还可以 这是以上 英国大师对 是说大妄语 还有老师念佛 他这段开始讲的特别好 这道相禅师 这以前我在学讲经的时候 我老师就讲过 我就听过那个故事 我今天是重新把英国大师 这个道相禅师的公案提出来 第五 道相禅师事件神通 杜众立即作化 那后来 英国大师在这个文章里面说 有蜀人在今夜志工 志工问 何处人 曰四川 志工曰 四川相贵贱 曰很贱 志工曰 以为人贱 何不去之 其人回至青城山 对相树志工 以相文词以 即变化去 哎呦不得了 有一个四川人啊 到京城就当时宝仲禅师是在南京嘛 因为当时这个梁武帝的所都是在南京是金陵嘛 到京了 叶志工就去见见宝仲禅师啦 宝仲师就问啦 你什么地方的人啦 那个人就说啦 哎呦师父啊 我是四川人啦 宝仲师就问师父啊 大概四川那个地方是产香吧 这有双冠礼 这高僧带来问话都是双冠礼啊 四川香贵贱佛 里面四川的香贵呢 还是贱呢 他至少是 你要听不懂就说 师父我们四川的香很贵了 檀香一斤多少钱 那就不对了 他是讲是道香禅师啊 他是四川香贵贱 在那边能不能够 啊 红华丽生啊 还是被人家看不起呢 还是没有办法 这个众生呢 明晚难度呢 意思是四川香贵贱佛啊 那个人就回答说 那个人好像也是佛门中的人啊 很贱 很贱就是说 没有你要相信啦 啊 众生还是谜而不解啦 谜途不知返 不会回头啦 就很贱 保志工贵贱说 以为人贱 何不去之 既然已经没有也可以度众了 那为什么不释现严己呢 何不去之 那根据就往生啊 严己吧 这个人啊 回到青城山啊 就把这个 见到保志工禅师的事情 告诉道香禅师啊 道香就听到保志工贵师 这样一说以后 后来 奥话不收 立即盘腿一揍 做话离开人间了 远己了 我们没有圣贤生那样的本事啊 就不要学他那个话来作为自己喝酒吃肉的理由 更不要拿他的话来欠别人喝酒吃肉 想到这句话 我们就想到后面那两句 四人若学我 如同静谋道 好 好